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0号 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 是在台北基金会 刚好是志工大会 所以大家齐聚一堂 那张医师今天的答疑 我们都可以听到第一手资料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那老师我就把一些问题提问 好那就请Luna来念吧 我们今天张医师的答疑里面 有几个提问 首先有一位学员提问 前一段时间阴道分泌物超级多 大胆的自己尝试喷姜粉 寝出很难受的不能走路 我也有些担心姜粉在里面坏掉 但是后来发现姜粉会伴着白带 一点点流出不再担心 于是又熬了姜汤 用注射器冲洗阴道和灌肠 之后清爽很多 我吃姜粉喝姜汤或是涂抹姜粉后 都会有热热的感觉 是舒服的 但是之后就会伴有热热 尿液花黄口干要如何处理 请张医师答疑 这个问题第一个先回答 就是他在就是用阴道的时候 那个姜粉喷进去的 他会让他就是走路好像产生困难 但是如果以颜值点来看 姜没有这样的破坏性 也不会让你走路啊 或是有一些什么困难 但如果发生了 那就像我们书本上写的 你用姜然后会产生一些症状 那很简单的就是你本来就有体伤 那你只要按照原始点 按推的方法把体伤解决 应该很快就会过去 譬如你腿不大人肿 那应该体伤就是在臀部 臀部原始点 那现在臀部最近 如果有看影片的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臀部 现在还要注意上臀部原始点 上臀部也是管理到 整个臀部还有这些伸服器这一部分 那上臀部 那再来最好也把下臀部也按一按 我相信应该这些症状就可以改善 那至于它现在就是 说喷完还有清洗之后 它是觉得着热是舒服的 但之后伴随而来 比如说照热啊或是一些不适感啊 还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本身就是有体伤 那你还是要把体伤解决 因为当你帮它按推的时候 让局部这些组织循环变好 它就能够加强吸收这些热源 那这些症状应该是你本来就有 比如说照热应该就有这些 那我是觉得先解决体伤 还有很多人在服用姜也会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有些人姜粉敷衍也是会有 有些人敷衍他会觉得心悸 那不是也敷衍怎么会跑到心脏来呢 应该也是不会 那代表怎么样 你原来本来上背部就有体伤 那因为使用热能的刺激 那你会上背部的体伤 就会进一步消耗热能而加重体伤 那这时候很简单啊 就是把上背部按一按 那这些症状就可以解除 所以遇到就是服后会有这些 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的话 只要针对这些症状按推 相对应的原始动力就可以解除 那姜可不可以继续服 可以 好我暂时就回答到这里 第二个提问 我妈妈72岁 已动了白内脏手术十几年 几个月前他生了大病不能起床吃不下 现在可以起床看吃东西了 但是眼睛斜边看东西会有两个影子 正面看就正常 请问这样可以用姜粉敷衍吗 因为妈妈有动过白内脏手术 请老师 好姜的使用 它不会因为你开过刀而有所限制 你有没有开刀都可以使用姜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你妈妈即便之前眼睛有开刀过 她现在因为这些眼睛有一些异物 她感觉看起来不清楚 或者是好像非纹症之类的 这时候敷姜是最好的 所以我也鼓励敷姜 但是姜粉就是 它的过程中 要跟要让大家明瞭的就是 它第一次敷下去的时候 会有15分到20分钟很刺激 那你只要稍微闭眼睛 那配合呼吸 那十几分钟过后之后 慢慢就会眼睛就会有泪水 那之后你再张开眼睛就会感觉非常明亮 所以我相信对你母亲是有帮助的 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谢谢老师 下面一个提问 我给一位便秘患者用姜粉泥万长三次 每天一次都没有排什么出来 请问姜粉泥停留在里面 会有什么问题吗 请老师答应 好 第一个 你要用姜粉泥让它排出什么 但是事与愿违 它又没有什么排 反而连姜粉泥都培进去 也排不出来 那这个姜粉泥第一个先回答就是 姜粉泥在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倒也不会啦 就好像你吃姜 姜 你姜粉泥你吃进去了 那姜粉泥吃进去 身体还是会帮它消化吸收啊 如果多余的它还是会把它排出来 身体有这样自重的功能 所以你要相信你的身体 不要怀疑东怀疑西 然后每天看它排出什么来 没有排出异物 那又要求它排出姜粉泥 倒也不必 姜粉泥它只是一个热源 会被吸收的 那另外我还是要提醒就是 现在我们新的书在灌肠的部分 讲得就更清楚 现在因为我们的内热源跟外热源 原始点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现在应该是蛮纯熟 所以对于你要排 我不知道排的应该是大便吧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一般之前都会用姜汤灌肠 清肠道通速便是比较好 书上虽难这么说 但是以现在原始点的做法上 我们会鼓励患者怎么样 先不用灌肠 先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有便秘的情影下 先按推我们的相对应部位 比如说下背部 还有臀部原始点 都按按看 按了没有再涂姜粉泥 那姜粉泥他处都涂过也按过 都没有效 进一步再来按推换处 也就是换处用姜粉泥 一边涂一边按 那我们涂姜粉泥 那个动作必须要解释 我们的图不是像一般外面的 好像磨一磨这样 而我们的图是怎么样 我们的手掌还有手指紧贴着 患者的肚皮 然后稍微向下按 向前推 就是有这两个动作 一定要有一点向下 然后向前这样的力量 然后把姜粉泥这样慢慢的涂开 那你一边这样向下按 又向前涂 然后紧接着姜粉泥 随着你那个力道 然后这样按之后 那个热源会慢慢渗透进去 那渗透进去很多患者 经过来回就是你涂完干了之后 再一次 那如此三变之后 很多患者 整个肚子就舒畅 你如果有什么东西 我相信也慢慢都会排除出来 那如果还是排不出来呢 你再来考虑灌肠 所以灌肠等于是在你前面用外热源的处理方式 而都包括他处患处都涂过之后 他还没有办法拉出来的时候 再来进一步考虑 现在整个的程序是这样 那当然啦 平常如果你有补充我们说的喝姜粉泥 等于外面热源都配合了 然后再来 你又有配合运动种种 让整个新陈代谢更好 我相信效果会提升 好 我这个问题就回答到了 总结老师下一个提问 老师您好 听了您8月13和20号的课以后 立即实践 请问喝完姜粉泥 要多久才可以喝水呢 另外姜粉土眼 每天做几次为好 请老师来 好 到底喝完姜粉泥 多久能喝水 第一个 因为每个人喝下去的感受不一样 有些人喝下去他可以热一早上 比如说你早上早餐吃完饭后 你就开始服用姜粉泥 那姜粉泥他会喝下去 有时候从喉咙慢慢下去 然后到甚至到整个胃都会有疏忽感 热热的疏忽感 那这个疏忽他一直会保留哦 有时候会保留很久 那如果保留很久 比如说你可以保留一个早上 那你喝完你半个小时就喝开水 就把它冲淡了 好像有一点可惜啊 所以我的建议是 看个人体质 起码最好一个小时啊 最好不要喝水 让这些都能够让身体充分吸收 起码一个小时 如果能够越久当然就越好 如果你到两个小时都还会热 那一个小时喝也有一点可惜啊 就可以试自己情况而再加以延长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了 那有问姜粉涂盐 最好一天能够多几次 那姜粉涂盐哦 这个部分我认为哦 基本上哦 一般人是一次就够 但也有一些严重 你也可以两次甚至三次 也没有问题 我认为它是安全的 但是唯一刚刚我有讲过 不管你噴鼻也好 姜粉噴鼻也好 或敷衍也好 就是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产生症状 记得旁边要有会帮你按 立刻来缓解症状 好 谢谢老师 下面一个提问 脸睛开过白肋脏 但是还有肝眼症 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用姜粉敷衍 哇 这个肝眼症对姜粉来讲 是最适合不过啦 因为它当你敷衍下去 眼睛会感觉一阵刺刺的 还有灼热感 那接着而来的就是眼睛开始会分泌 泪水 那这个泪水洗完就不干了 所以对姜粉来讲应该是很好 所以一定要用 好 谢谢老师 下一个提问 个人觉得张医师进来处理原始点 过于蠕望 没有深思熟虑 因为姜粉洗眼有危险性 姜粉放在眼膜上 开始接触时很刺激灼热 要带泪水把它冲淡才没有那么浓烈 一有危险性 二是功能性来说 和用姜水洗眼有什么分别 何需接受这不必要的痛苦 另外姜粉存放久了 可能会有污染有细菌 未经消毒 可能会引致眼睛感染 姜汤反而容易消毒 请老师答应 这个问的还蛮直接的 那这样说吧 当我会宣布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本身一定会试过 而且也不只我本身会试过 一定会有很多人跟我试过 甚至这些人都在我之前他们都试过 然后才会推荐给我 然后我看了他们跟我讲了 然后又这么多人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期间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会跟我讲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有些敷衍会有刺 然后甚至有些人不只15分20分 甚至还有到30分40分的也有 那个是比较特别的体质 这些他们也都有跟我报告 那横拙再三到现在为止 用姜粉敷衍还没有出现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既然都没有问题 也就谈不上什么危险了 也就是大家就是这个过程中 他很刺激而已 那第二个他在问的就是功能性 那既然这样 那姜汤之前是不是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用更刺激的姜粉呢 其实如果以解症的话 姜汤的效果 因为他停留眼睛时间不长 所以他热热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那对于眼睛比较严重的疾病 他确实效果裂显不足 也就是你很可能会失败 简单的讲 那现在姜粉的敷衍经过大量的试用 而且提供的制功能 他们本身都在用 然后用的效果非常好 他们才敢跟我讲 然后我自己也试过 确实之前我也有用姜汤洗 然后现在又用姜粉来自己敷衍 两个效果真的差很多 光那个刺激感也不一样 你姜汤清洗 它大概那个刺刺一两分钟 大概就过了 但是你看姜粉要15分到20分 然后会分泌那么多类属 让肝眼症也可以得到环境 还有很多我听说啦 很多白内障的 青光眼 绯纹症 然后这样因为姜粉而敷衍 而得到效益的还不少 所以这个我是看到了这样的成果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在试用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很安全 是经过肾状我才会跟大家讲 好 那第三个问题 它说消毒的问题是吧 就是姜粉它的保存部分 其实这个我认为第一个要考虑的 你点眼睛的时候 那个姜粉一定要要求有机的 我再三强调 我也是很重视品质的 就是有机姜粉 那最好不要用一般的姜粉 第二个 那个姜粉一定要磨得很细 如果你不细停留在眼睛很 就好像你飞进灰尘 眼睛当然不舒服啊 那要多细呢 以我们现在基金会推广的有机姜 一般是磨到180目 那个很细 一般外面大部分是120目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磨到那么细 那你顶多就是用姜粉 可以还是可以用姜粉 我认为姜汤是最不得已用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显然嘛 你做姜汤你还要去煮 煮一下 然后姜汤又有溶蛋的问题 那这个还要有时候用眼罩 那些器具来洗眼 多麻烦啊 姜粉直接点了第一个简便 再来如果你没办法拿到这么好的姜 然后又要又说不想用姜它 那第二个考虑的应该就是姜粉泥 我认为姜粉泥你就涂眼 啊有时候涂眼皮 然后也可以让它慢慢渗透进去 也可以得到那个眼睛灼热 那个温暖舒服的感觉 但是回过头来还是一句话 它还是没有姜粉吧 姜粉又更直接 所以这在不得已情况下 次而 退而其次来要求的就是姜粉 再不行才考虑到姜汤 那之前基金会是以安全性 认为姜汤是最安全 但是现在来看如果你能够拿到有机姜 又180目 然后放在眼睛几乎都可以稀释 因为我们这样 包括我们志工都大量用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眼睛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那就代表眼睛是可以完全吸收 然后加上泪水种种 该吸收的就吸收进去 啊该流出来它也会流出来 之后也没有什么任何后遗症可言 啊所以在以就是品质来讲 是要强调的是姜品质 啊另外一个问题你是说 如果保养不好 那就是保养的问题 一般我们会要求患者 这些姜粉种种 你会放到生酶啊花酶啊 或是品质变质了 那就代表你储藏的有问题嘛 最好还是要怎么样 放在冰箱冷藏 我的建议 那也不要放太久 因为姜粉的东西 我们如果像基金会都是大量在用 不管外用内服都是要用 那怎么可能姜会放到 让它品质变差了 或是变质了呢 这个情形应该不会 所以也没有说 姜汤 当然姜汤它说用来消毒是吗 它其中有这样说是吗 姜汤又有煮过 那姜粉没有消毒过 哦 原始点好像没有在谈消毒 杀菌灭毒消毒那些词 都是西医的名字 原始点只是这些都是热源 强调的是它的品质 那品质好了 借助人体吸收转化成热能 它就有办法进行修复体上 它的原理是这样 而不是经过煮过来消毒过 所以才安全 不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好 最后一个提问 张医师您好 我有外置 看过您的视频 用您建议的方法 在肛门涂上姜粉 我每天涂姜粉大约2到3次 每次都是洗干净肛门口才涂的 涂了几天后 感觉痔疮大了一点 而且很痒 很痒是正常反应吗 我是否应该继续涂 如果继续涂 痔疮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最后痔疮会自己穿破吗 伤口会自然愈合吗 如果伤口真的穿破了 应该怎么样处理伤口 请老师答应 他还想着反应 还会穿破种种 第一个我们先来解决他的问题 他涂了之后 然后会痒 还是甚至会肿是吧 大一点 大一点 变得大 就是应该是变肿了 或是变得痒 第一个会变肿会痒 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你在涂的过程中 不到位 不到位才会没有效 另外一种是 你真的做得很确实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修复的过程中 他会更肿炸 甚至会痛会痒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的感觉应该 你清洗干净涂之后 而没有改善 甚至会更痒 更肿 那这样我的看法是 你在用涂姜粉 或是姜粉泥的过程中 应该是你的手法 没有用一点力按下去 就是我刚刚讲的 涂姜粉或姜粉泥 你那个涂的动作是要有 向下按 向前推的那种感觉 一定要有一点力道进去 热源才可以渗透到深层 也就是深层的体伤位置 这样就能够解决体伤 那解决体伤自然就没有 所谓的痒的问题 痒有时候你 比如说臀部原始点按一按 如果还是痒 那就会患处吧 那患处如果确定是患处 你在患处又因为有稍微用力 这个涂的过程中 向下按 向前推 所以那个力道就有按推的味道在 那这样周围的组织 就会循环变得好 那热源就可以吸收 加强吸收 那照理痒是可以立几指 以我的经验是 涂完之后痒是可以立克指 你痒又没有立克指 所以我以此作为判断 你很可能 你在涂的过程中 你那个涂不得要的 也就是你只是在表层 稍微涂一下 你合法就是我说的 稍微用一点力 再把它按 那照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姜也没有办法让你痒才对啊 不会让你更痒才对 因为姜没有这种功效 使人更痒 那如果有那还是一句话 你原本就有体伤 那有体伤 所以我才说 你臀部原始点还是要按 那如果按了 照理疼痛酸麻痒 多属他处 按了照理是不应该痒 那如果还痒那就患处 那患处你涂完还在痒 那就代表你涂的过程中 应该没有稍微用力 在周围 甚至你周围都可以按 涂的过程中都可以稍微用力 说不定还有一些痛 都可以稍微用力这样帮大家涂 那这样在涂的过程中就解决 医者可以解决患处体伤 二者可以让热源渗透到体伤深层处 那这样自然那个氧就可以止掉 那但是因为你在按的过程中有时候 确实会让那个周围稍微肿 但是那个肿不会停留很久 一般有时候一两天两三天就完全消失了 这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那至于后面还会让姜还有窗孔的能力 那我就不相信了 用到这么久我还没有看过姜有这样的能力 那如果这样那我也不敢喝姜本瓶了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一师 好 谢谢 谢谢张一师